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小乔云 刚替中国拿下冬奥女子自由式滑雪跳台金牌的谷爱玲 一切之间成了中国英雄 备受赞誉的同时呢 这位中美混血的选手也引发了不少之一 当中最大的争议就是 谷爱玲到底有没有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呢 因为虽然国际奥会表示 谷爱玲在2019年就加入了中国籍 但谷爱玲本人对此事却一直不肯正面回答 这让中国领事馆也仅是模糊回应 只要取得永久居留权就能够代表中国出赛 该让外界质疑为何不敢直接说有或是没有呢 一句最近谷爱玲翻墙玩IG还大方回应 每个人都可以下载VPN来翻墙 种种争议让受访专家点出 虽然目前看来中国官方试图要把谷爱玲打造成 对外宣传的样板人物 但因为谷爱玲对政治敏感度的不足 似乎也引发了其他危机 据当年了解谷爱玲的争议和后续效应 请看记者吴宇晨的采访报道 北京冬奥开赛第四天代表中国出赛的18岁美中混血女将谷爱玲就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项目 夺下金牌为中国天上第三金 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这个项目夺下金牌 谷爱玲在赛后登上微博热搜 官媒也大力报道谷爱玲 才经过短短一天 谷爱玲金牌的标签浏览数就突破20亿 甚至一度造成伺服器当机 年仅18岁的谷爱玲 2003年在加州出生长大 父亲是美国人 母亲谷艳则是北京人 谷爱玲从小就展现滑雪天赋 不过她在2019年开始就决定为中国出赛 从央视的纪录片当中可以看到 谷爱玲不只是滑雪能手 还是录取史丹佛大学的高材生 中国民众开始为她疯狂 微博追踪人数突破430万人 也顺势成为当地代言的新宠儿 她也曾对媒体表示 自己对时尚演艺圈或媒体圈都有兴趣 不设限自己 不过当官媒忙着打造新一代 阳光正面新偶像的同时 也有中国网民感叹到 每天看谷爱玲和徐州八孩妈的新闻 看起来简直是讽刺对比 去年的东京夏季奥运来看的话 反而东京奥运下 它比较多中国的选手是 披着其他国家的一个制服来参赛 那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的是反过来 中国应该都聘请了很多外籍佣兵 来去代表中国来出赛 在一些国际场上 其实很容易看得到 这些可能他具备的双重国籍 或者是他原本不属于该国的国籍来代表参赛 但是呢 谷爱玲其实这个部分会被凸显出来 我觉得主要是中国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北京冬奥 来去彰显他国家的奖牌数 以及他国家影响力嘛 那这刚好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一个 对外宣传的一个样板人物 只是呢谷爱玲他是不是合乎中国的国籍法 我觉得这个也是外界更关注的问题 要代表中国出赛必须具有中国公民身份 且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谷爱玲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放弃美国籍始终含糊回答 舆论普遍认为他享有特权拥有双重国籍 而根据国际安慧日前回复华尔街电视记者的提问 表示谷爱玲在2019年入籍中国 拥有中国的永久居留权能代表中国出赛 不过仍然没有证实谷爱玲是否放弃美国籍 而谷爱玲不守中国法律的争议不值这桩 她在获得金牌后就在自己的社群媒体 Instagram上发下夺牌感谢文 外界质疑为何她能够在中国翻墙 谷爱玲只是轻描淡写的说 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VPN来翻墙 中国流亡漫画家巴丢草就感慨的发文 抨击她如此轻易配合中国政府宣传 无视中国有那么多人单纯为了阅读西方新闻 就被定罪的残酷消息 你当然批了一个中国的制服 当然就必须要有一些亲中的言论 这是很自然可以看得到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面的意涵 第一个意涵代表谷爱玲很清楚 中国在网路上的封锁动作 其实她很清楚必须要透过VPN才有办法 来对外来去连接 第二个她也凸显了谷爱玲对于中国的法令的不清楚 中国对于翻墙是严加禁止的 在政治的一个现实上是不足的 谷爱玲这么说 那是不是其他的中国的选手 也可以比招办理 是否会引起这个墙内的中国人民 会有一些些吃味 我觉得想必一定会是如此 为了这个所谓的国家的颜面的问题 当然这些声音应该会慢慢的 不会被允许出来 谷爱玲的争议发言 除了拒绝选边站的国籍遗云 面对同事由美国转代表中国的选手注意 因为表现不佳 遭到中国网友猛烈炮火 她甚至回应 九成的评论都是积极的 而被追问到彭帅事件 她也只表示很感激 看到她很开心很健康 以显示出谷爱玲四两波千斤的功力 从谷爱玲的发言 或者是说其他选手 包括像德国选手也有提到说 他对于中国的批评 等他回国再说 会让人更加的 对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或者是社会自由的状况 言论自由的状况 都会打上很大的问号 甚至更肯定中国在压制 郭爱玲所彰显出来 奥运赛到底是为了运动选手为主 还是以国交为主 从这一次北京冬奥更凸显的 其实某个程度上 政治的因素还是非常的重要 运动选手之间的所谓竞技 可能变得不是那么的受到关注 中国在这一次的北京冬奥 办给自己人看 看起来好像很风光 可是世界上外在的世界 在看待中国 这一次的北京冬奥 反而我觉得是扣分许多 这次北京冬奥 中国有数十位外籍 规划成中国籍的选手代表出赛 虽然是中国为了提高 夺金率的手段 但有多位专家就指出 中国这些短视近立的规划政策 只会让选手因为人民的民主主义情绪 产生巨大压力 而选手在缺乏认同感的前提底下 也很难真的替运动做出长远的实质贡献 如果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小三六零我们下期再会 等一下 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